英特尔鴻海临华科技携手合作 18号在中原大学推出全台首创完整机器人作业系统 以及AI科程 希望培育5G专网自主移动机器人高阶技术人才 让我们在台湾第一个AI加上5G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是抛砖引玉 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的大学 能够有更美好的一个产学的合作 在这个产业我们要开发的最重要应该是人才 所以刚好我们刘均学长有这个机会 让大家一起合作来中原这边 这里包含了三个要素 一个是Robot 一个是AI 一个是5G 这样一个三个元素放在一起的一个实验室 临华科技董事长刘均表示 业界对AI机器人工程师的需求很急 所以年薪比一般工程师高三到五成 与母校中原大学的合作 未来将逐步推广到台湾中部南部其他大学 解决台湾AI机器人的人才光 那这次的捐赠里面呢更重要的是 临华把我们这五六年所有的一些重要的IP 还有一些重要的technology 还有一些怎么样子把这个东西普及化的这些教材 内容都交给了中原大学的教授 那我相信中原大学的老师们或学生们 可以base在这个里面继续把它整理的更容易让所有的工程师去学习这样的东西 现在学到的其实就一小部分啊 不过如果之后再往深一点地方走的话 我觉得可以学到更多 也许对我未来和工作可能会更有帮助 中原大学校长张光正感谢多家企业的捐赠 也希望学生们透过AI机器人5G专广实验室学以致用 贴近产业需求 毕业后可以无缝接轨产业界 开创台湾科技下一波黄金十年的人才战力 新唐人也的电视胡说小张念杰台湾投缘报道